农历年就要到了 不少民众想要帮家里除就不行 但就有民众去年底 在某知名连锁家具行 买了一组玻璃柜 但却不断飘出异味 甚至持续了两周 还没散去 由于大多数木制家具 都含有化学胶 而甲醛就是化学胶的主要成分 但目前家具贩售 均为标示甲醛浓度 尽量先从来源来做 找这个低甲醛的材料来 东西要送去检测 然后要在特定的条件下 才能得知它的甲醛标准的话 其实目前是没有这个条件 做这件事情的 就真的没有要求要这样做 其实木座柜 系统柜 木地板 甲醛含量最高 而皮沙发和木家具则是中度 含量最低的是地毯 窗帘 EVA地点 甲醛味道刺鼻 该怎么办 有几个小配包 泡热红茶 百活性炭 或者是木炭或竹炭 可以吸附一些异味 那很多涂料都已经是环保 无毒甚至都是德国 欧洲进口的 这种都是涂料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 除此之外 多开窗通风 也是消除甲醛味道的好方法 但民众更希望 政府能够修法把关 来保障居家健康 借彭志明台北苗栗综合报道